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日前发出公告称,因出货给华为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美国Alpha and Omega Semiconductor, AOS已经同意致富425万美元,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 AOS今年稍早提交给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的文件显示, 美国政府自2019年来一直在调查AOS与华为的交易。 文件表示,美国司法部2024年1月调查终结,且未提起诉讼,美国商务部迷失调查则仍在进行。 AOS表示,2025年4月,美国商务部向其发函称,AOS涉嫌违反出口管制,之后双方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 资料显示,AOS总部设于美国加州森尼维尔三伊威尔,亚洲也有据点, 旗下有一座晶圆厂,位于俄勒冈州希尔斯市Hillsboro。 其主要为一系列应用设计、开发和供应功率半导体。 这些应用包括个人和便携式计算机、绘图卡、平板电视、家用电器、智慧型手机、电池组、快速充电器、四伏器和电讯设备。 美国商务部称,2019年5月16日,在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之后, 万有半导体于2019年5月28日左右至2019年11月22日期间。 在未取得美国商务部许可证的情况下,向华为出货了1650组地缘控制器、智慧地缘模块与相关配件。 美国商务部指出,AOS在此期间累计向华为出货了15次,其中有11次AOS指导或有理由指导, 包括意识到事件很可能发生,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行为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 尽管这些产品由外国设计与生产,但因AOS从美国出货,仍使得这些产品出口华为,违反出口管制政策。 供应商出货给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内的企业,必须先取得许可。 AOS表示,核解案不影响AOS营运,同时也让美国政府五年多的调查画上绝号。 另外,美国晶片业界与台厂合作平淡。 由于成熟制程市场面临功果余求,近年来,联电、世界先进、立基电等代工厂分别采取不同策略应对。 日前市场传出,为提升长期竞争力,联电规划逐步迈入先进制程领域。 此前有报道称,联电正考虑扩大与英特尔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可能选择在原有12奈米制程合作基础上,将制程提升至6奈米制程。 对此,联电仍表示不评论市场消息。 不过,联电也指出,未来扩产方向不局限于传统晶圆制造, 也将涵盖其他新业务,包括先进封装等高附加价值领域。 目前,联电已在新加坡投入2.5D封装制程,并具备晶圆对晶圆建核技术。 这是一种将两变晶圆以原子基方式见解的先进封装工艺,常用于3DIC制造。 联电讲调,未来将持续发展整套的先进封装解决方案, 而非单纯制程投入,将晶圆代工与封装整合,朝向完整服务体系买进。 对于联电释出的消息,半导体供应链人士认为, 联电仍致力禁均12奈米,且按规划要到2027年才投产。 市场消息指其要投入6奈米领域,在技术推进的进程上似乎过快。 不过,联电规划在先进封装的布局,同样可能拉升竞争力, 摆脱低价竞争。 据台湾媒体经济日报报道,联电作为晶圆代工大厂, 近期在晶圆代工市场积极进军高压制程技术平台, 并传出将与英特尔在12奈米制程上的合作延伸至6奈米的同时, 还传出已拿下高通先进封装大单的消息。 报道称,联电2024年赤资新台币156亿元投入研发, 专注开发5G通讯、AI、物联网及车用电子等领域所需的制程技术, 并钻研特殊制程。 在12奈米和14奈米特殊制程及3DIC先进封装研发也有进展。 目前,联电正积极推进高压制程技术, 包括14奈米骑士厂销电晶体FINFET嵌入式高压制程技术平台14亿HB, 并且取得了新进展。 联电董事长洪家聪指出, 12奈米FINFET制程技术平台12FFC相较于14奈米技术14FFC, 晶片尺寸更小,功耗更低,效能大幅提升,充分发挥FINFET的优势, 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半导体产品。 与14FFC相比, 12奈米技术在优化的FINFET设备下可实现10%的效能提升, 通过降低电压减少20%功耗, 采用六走线轨道设计, 使面积减少超过10%, 并节省三层光照,继一步增强联电成本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市场传闻指出, 联电正探索与英特尔之间的合作 有原来的12奈米延伸至6奈米先进制程的可能, 这也意味着联电将继一步拓展先进制程市场, 摆脱成熟制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业绩疲软的困境。 此外,在先进封装方面, 传闻联电也成功拿到了高通的大单。 因为联电自行开发的高阶中介层, Interposer已经获得高通验证, 迈入量产出货倒数计时阶段。 业界也看好, 联电通过携手高通等一线晶片大厂抢时 AI HPC高效能运算先进封装市场商机。 早在2024年底, 联电就携手高通展开HPC进封装合作, 锁定AIPC车用以及AI四伏器市场。 供应链透露, 联电第一批中介层1500电容, 已通过高通的电性测试, 目前开始试产, 预计2026年首季有机会量产出货, 高通并购置卤管机台放在联电厂房, 凸显双方合作紧密。 业界分析, 此次联电通过高通认证的产品, 采用1500NF的电容, 主要搭配高通的IC和记忆体所需要的电容值。 消息称, 高通不仅已经向联电下单, 甚至购置卤管机台放进联电厂房, 显示合作深度高, 信任感强。 先进封装技术方面, 例如2.5D和3D封装这些封装方式, 需要将多个晶片堆叠或并排放置, 这时候中介层电容就显得特别重要。 据悉, 先进封装最关键制程, 就是需要光刻机制造的中介层, 加上需要超高精密程度的西窗孔, 让2.5D或3D先进封装堆叠的晶片信号可相互联系。 联电具备生产中介层的机台设备之外, 10年前就已将TSV制程应用超微GPU晶片订单上, 等于联电完全具备先进封装制程量产技术的先决条件, 是获得高通青睐的主要原因。 对此传闻, 联电不评论特定客户, 但强调, 先进封装是该公司积极发展的重点, 将携手支援、 系统等转投资事业, 以及画帮等伙伴, 携手打造先进封装生态系。 业界人士指出, 联电布局先进封装, 先前在制程端仅供应中介层, 应用在RF-SY制程, 对营收贡献有限。 随着高通采用联电先进封装制程, 打造高速运算晶片, 近期双方合作又进一步发展, 对联电来说将能降低在成熟制程的低价竞争, 闯出一条不同之路。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